一看到目標出現 警方全部衝上前 而最靠近謝忻男子的員警 更是立刻掌握住對方的雙手 照線借過 這個其他一票吧 因為警方掌握線索 被通緝的嫌犯湧槍自重 果然查獲手掌大小的掌心雷手槍 當時已經上堂 順利抓到男子後 警方又到他的住處 找另外一名嫌犯 喂 出來 喂 警察 警察 聽見警方破門 屋內女子根本無處可躲 只好乖乖配合 警方事後在屋內又發現 另外一把改造槍支工具 以及毒品和吸食器 謝忻男子因為案件要被關八年 他不想失去自由 於是帶著也同樣被通緝的 蔡信女友到處逃亡 變稱槍支是網路上買來的 避免買毒的時候黑是黑 這是我們掌握到的情況